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这五个地方就不适合老年人去 尤其是上了六十五岁的老年人 因为这些地方不仅对老年人没好处 甚至还会给老年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 天上掉馅饼的地方 什么是天上掉馅饼的地方 就是可以占便宜的地方 人们总是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管是大财还是小钱 都得是正当合法的渠道取得的 你才能安心地享用这笔钱财 最近 总是看到有些不乏分子 抓住老年人注重身体保养的心理 安排一些保健药品讲座 或是保健用品免费体验等 让老人们成群结伴地来他们会场参加 并且还承诺了老人 只要到场就能免费领取一些小礼物 绝不用花一分钱 就可以免费体验被他们包装得如神药一般的保健品 老人们爱占便宜 喜欢凑热闹 和越来越在以身体健康的心理 被这些骗子们拿捏得透透的 一旦老人们去参加了免费体验活动 没有几个能不花钱的 而且还都是花的大钱 如果是单纯地被骗一些小钱 还能勉强当破财免灾了 就怕是被骗了半辈子的积蓄 买了伪劣产品 这个时候 难免着急上火 再加上身体 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 什么高血压之类的 被气得住了医院 自己受罪 还要拖累儿女每天去照顾 如果我们不去这种地方 不去这种可以占便宜的地方去凑热闹 是不是就能避免上当受骗 也不会生病住院 既能避免金钱的损失 又能减少身体的痛苦 而女们也依然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不用每天操心着去医院照顾老人 所以这种会天上掉馅饼的地方 能不去坚决不去 如果不小心被忽悠去了 一定要及早退出来 二 有酒桌的地方 喝酒 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传统文化 逢年过年要喝点 家里来了客人要喝点 家里有喜事或是丧事也得喝点 求人办事 谈生意更是要经历酒桌的一番洗礼 才能成功 古代爱喝酒的名人 更是数不胜数 有一喝酒就失信大发的 酒坚李白 他更是在 相敬酒 仪式中 把自己对酒的热爱程度 展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被称为酒怪的北宋大理四成石漫青 史料中描述他性豪放 读书童打掠 不专制章句 穆古人齐皆违行和非常志功 是酒喜狂饮 最后 石漫青因酗酒成病 47岁他的人生就画上了句号 还有三国演义里 饮酒务事的曹植和张飞 最后的结果都非常不好 再来看看我们 年过六十的我们 曾经也年轻过 也在酒桌上叱咤风云过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到了什么样的年纪 就应该做什么年纪该做的事 已经运转了六十年的身体了 可能很难再像年轻人一样 鸣顶大醉之后 睡一觉就能立马恢复活力了 所以 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还是少在酒桌上待 如果遇到不得不去的场合 也应该适当地克制 礼貌地拒绝 三 麻将馆 都说小赌一轻 大赌伤身 当退休的老年人觉得无聊了 跟亲戚朋友们一起玩玩麻将 本就无伤打牙 但如果你本身的资质力比较差 或者患有颈椎病 腰椎病等问题 就要少去麻将馆这些地方 以免到时候控制不住自己 给身体带来麻烦 而且麻将馆里的人也总是形形色色的 如果再遇到心术不正的人 还容易让自己招惹上是非 或者因为输赢 给自己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所以老年人的爱好 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些 跟赌博抽烟有关的事情 在无聊的时候 可以多学习 多健身 或者从事一些文艺的活动 这不比沉迷于麻将桌更有意义吗 四 产生是非的地方 闲谈莫论他人非 古人很早就把这个道理总结出来了 可是现在的人们 仍然还是不愿放弃那颗八卦的心 聊着一些不知真假的事实 在老人圈里 这种爱聊人是非的地方 经常会出现在街头巷尾 公园一角 甚至某个舒服的树印下 还记得有本昌版本的济公传 其中有一个故事情节 就是有一个乡霸欺负一个穷人家的女孩 结果女孩反抗 乡霸吃了亏 就开始不断地辱骂这个可怜的女孩 还好这一幕被济公看到 于是他就施法 只要这个乡霸说这女孩一句难听的话 她的身上就会长出鸡毛来 当乡霸发现 是因为自己说女孩坏话 才变成现在这不人不鬼的样子后 就去求济公帮她 济公告诉她 你要真诚地跟那个女孩道歉 还要不断地做好事 身上的鸡毛自然就消失了 乡霸按照济公的方法去做 每说女孩一句好话 身上的鸡毛就少一些 每做一件好事 身上的鸡毛就会少一片 慢慢地 身上的鸡毛没有了 乡霸也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虽然这个故事有些神话 但现实中因为八卦别人 说人是非 自己遭量的事还是屡见不鲜的 比如 那些到处说人家家事的人 不但添油加醋会声会色 最后 还把没发生过的事情 也给张冠李带过去 当有一天传到当事人耳朵里 轻则人家把你骂一顿 重则就是一顿胖揍 这就是诚意识口舌之快 议论他人是非的后果 我们到了六十的年纪 还是远离那些是非之地 少说一句别人的是非 就是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积累一次的福报 人在退休以后 因为有了很多闲暇时光 所以很多老年人 就会和自己的亲戚朋友 在一起聊一些家常理短 这样很容易暴露一些人的隐私 造成不必要的 是是非非 给自身带来麻烦 如果你不想晚节不保 最好是远离那些 爱在别人背后 嚼人舌根的人 并且在别人讨论是非的时候 还要立刻退出 千万不要久留 只有不论他人短长 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远离消极 负能量的场所 才是老年人最应该做的事 五 爬高踩低 有些老年人就总是闲不住 在家没事干的时候 就喜欢打扫厨 这个时候 二大妈就建议各位老年朋友们 把打扫卫生的事情 尽量交给小白 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请家政 最好不要亲力亲为 尤其是在擦玻璃 换窗帘这些事情上 千万别想着踩个凳子 就能轻易解决 不然很容易摔下来 给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毕竟人上了年纪 腿脚会不利索 如果不小心摔一跤 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所以老年人在平时 无论生活有多无聊 也不要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只有量力而行 才能让自己的晚年更安稳 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 还不会给儿女们带来负担 以上就是不适合老年人去的五个地方 希望大家都能注意一下 这样才能让自己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往后余生 都能和家人一起享受平安 喜乐的美好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